日本东京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地铁车厢随机砍人和纵火事件 一名24岁的男生他打扮成了电影《蝙蝠侠》当中的反派角色小丑进入车厢 在地铁行驶当中突然就持刀袭击乘客 还在车厢内泼洒类似机油的液体纵火烧毁了部分的座椅 导致17人受伤其中一个人受了重伤目前还在抢救当中 嫌犯在被捕之后他向警方表示他希望能够借由杀人来实现被判死刑的心愿 而事发当时乘客匆忙逃离车厢的画面已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开来了 日本东京一列行驶中的列车昨晚惊喘随机砍人案 从车内乘客所拍到的画面显示 大批经过失措的乘客突然一窝蜂地涌向前排车厢 有的乘客在过程中还不慎跌倒 不少物件也散落一地 不久之后车厢内还冒出火光和浓烟 甚至还传出暴涨声 乘客们纷纷爬窗越过门闸逃亡 现场一片混乱 另外网络流传的另一支视频还看到 随机商人的嫌犯在干案之后 还一脸淡定地坐在车厢座位上 撬着二郎腿抽烟 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并逮捕了嫌犯 至于列车和地铁站也暂停远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